新城乡公所2号上午举办了新城乡资源回收再利用创新公益教育研习活动 参加对象是前乡的环保志工 而包括了村长还有几个社区发展协会的干部 以及环保志工队的伙伴们都来参加了 活动当中还包括了乡公所清洁队还有县议员的代表都到了现场 支持乡公所推动资源回收再利用工作 资源回收再利用创新公益教育研习活动 是向上合理台人类首创的活动已经迈入第四年了 每年都有创作出许多充满创意的作品 今天的研习内容分别为一开关拉环创新钥匙圈 以及自由创作彩绘统 是乡亲平常会使用的生活物品 为一开关拉环创新钥匙圈的研习 邀请新的向在地知名拉环延伸的创作家 安妞拉后老师进行教学 在上午的研习当中教导志工们如何将资源回收物 加工成生活中可使用的钥匙圈 大大提升乡亲的生活习惯以及环保的意识 而下午彩绘各社区的锤统 有效宣导处理的分类 更可以美化社区的环保空间达到宣传的效果 让环保从生活中做起 香港也一直始终认为清洁队的人数是有限的 但是环保职工的力量是无穷 所以在他上任以后一直非常积极地在香蕊族的村 鼓励大家成立环保职工队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清洁乡总共有15个环保职工团体 大约有831位的环保职工伙伴 也因为有你们的付出 你看我们现在清洁乡的环境 比其他的乡镇还干净 是我们都常常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那个街道跟其他的乡镇好很多 我们的环境真的非常的干净 因为有你们无私无本的付出 今天透过这个延迟 让大家学习一些资源回收物 再一用的创新工艺延迟 相当合理台特别对所有的社区环保职工 为新城乡环境维护以及付出表达感谢 并且加免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让新城呈现一片整洁干净 代表的是丢其是垃圾 回收就是资源的概念必须扎根 也会以乡亲确实做好垃圾分类以及源头减量 新城乡公所每年办理创新工艺教育研习活动 让各社区的环保职工们参与 就是希望资工们把研习中所学的环保知识 带回社区之内 让乡亲能够享用自用回收的政策 展现出环保概念持续在社区落实 用创意以及创作传达环保的知识 让更多乡亲协助公所 共同来打造环境最优质的漫步好行程 资源回收再利用 创新工艺教育研习活动 赞赞 赞 记者接红一 新鲜味道